字幕志愿者 王文明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们刚刚在上一堂课已经讲那个 一个电容 就是一个导体 那我们说跟一个 另外一个导体 那就是Ground的情况 那它形成了一个capacity 那另外 当另外一个导体来的时候 它其实会跟它有couple 就是它会影响它的电荷分布 OK 那包含的话 跟它的capacity也会有关系 那如何去把这个导体 所得到的一个capacity 去把它保持住 不受其他外界的导体的干扰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接着想要讲的 OK 我们要怎么样去sharing OK 那这个sharing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是在很多的工业用途 或者你在设计你的电器用品 都很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就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现在第一个导体 那第二个导体呢 我把它接地 OK 那第二个导体把它接地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做 我就可以使 一跟三之间的coupling 变成零 甚至于就是 它跟它不会去影响到 一的情况 那首先我们先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把二接地的时候 实际上 我就是已经做了第一个 我把它set v2是等于零了 OK 那再来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说 Q1其实是Q本身 C10的v1 再加上 C1跟2之间 v1-v2 然后再加上 C1跟E3之间 V1-V3 好 那Q1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那 因为你现在这个是 Q2的话是 2是一个导体 那现在 1在2里面 导体 在2里面的话 基本 我们说 我们当 Q1是等于零的时候 如果Q1是等于零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 Q2里面其实是 那个在2里面 这个导体里面呢 实际上是没有电场的 这里面应该是没有电场的 因为它是在导体的内部 它完全是没有电场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V2 我们其实已经set好 它V2是等于零 然后V1也应该要等于零 就是一个导体把它包住 把1包在里面 对 好 就是 这导体的形状没有规范 就是你把它包在里面 它是导体 但是你把它包起来 把第一个 Conduct 1 把它包起来 OK 那所以V1 是等于零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V1是等于零 这也是等于零 OK 这也等于零了 所以你马上你看到的是什么 V1 实际上是V13 V13的负值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如果Q1是等于零的情况之下 那所对应的就是 C13要等于零 不管V3是多少 OK C13是等于零的意思是什么 C13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啊 C13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V3有变化的时候 它影响Q1是多少 但是现在 你看到它是等于 Q1在里面啊 所以它等于零 所以C13等于零 那C13等于零 意思就是 E跟3之间 它没有couple OK 那当然Q1改变 如果我们在改变的时候 那它也不会影响V3了 所以这两个之间它是没有coupl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是 第二个接地的导体 把Q1这个东西sharing 所以 当你在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希望它的这个capacitor是多少 其他的还是有导体 你不希望改变它的 因为其他的导体的存在 不希望去影响它的情况 你设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 这个东西把它用一个conductor把它包起来 那它就是 它就会达到sharing的效果 OK 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技巧 那这个技巧在整个电器上面 或者是你的电路设计上面 其实是用途蛮大的 那同样的情况 其实有很多的用途上面 是用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这个不是进电的时候的话呢 基本上面我们会看到导体内部的话 它的电子波穿透 也是非常非常的弱 只在非常薄的地方 它才有电子波的穿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sharing的效果 它不只是把它的capacitor保留住了 而且它还可以引起动的 Electronic 的Diaminex的这个影响 能够把它排除掉 我们说Q1等于0是你可以set 你也可以不set 因为你的capacitor 并不会跟你的charge有关系 对 你capacitor不会跟你的charge有关系 只跟你的形状 对 有关系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setQ1等于0的时候 它基本上面就是说 你Q1在变化 你V3跟Q1你都会变化 但是这个值啊 并不会随着top改变 OK 它是一个常数值 所以它是在任何的值都符合的 这个constant V1等于0的时候是你这个导体嘛 导体内部的 是跟这个tug等电位啊 对啊 啊你面又没有charge的情况之下 一定是等电位的 那你已经setV2是等于0啊 OK 哪一个地方 这个吗 就留下来了 OK 好 好 这个是一个sharing的效果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个 啊 我们说其实基本上面 在空间里面的电厂是一颗一颗的电荷 它聚集的时候 那你所产生的空间的一个场的变化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说 我说Q1好了 从老眼的地方一直一直一直移到P1点 然后把它放在P1点 当空间空无一物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什么 非常简单的 因为空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场 所以空间没有场的情况之下 当Q1要从无穷远的地方移到P1 是你不需要花任何的这个力气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工就可以达到的 但是当它一旦在Q1的时候 我下一个电荷 我要从其他的地方移到P2的位置的时候 就是Q2的电荷 要移到P2的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跟原来在Q1的时候 移动的这么顺利呢 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它先时得点了 这个空间已经被它的场什么 它建立的场所控制了 所以当Q2要移进来的时候 它就要怎样 它要看它的脸色了 OK 因为为什么 它会受到它的电场的影响 这个电场 至少你的Force会是Q2 E 这个E是什么 Q1所建立的电场 Q2任何时间 任何的地方 都会受到这个力的作用 那你受到这个力的作用 你要把它移过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对它做工 对不对 你才能够克服这个力 才能够从无穷远的地方移过到这里来 那我说要做多少工呢 我说要做多少工呢 我说要做的工 Q2要做的工 就是Q2乘上到这一点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potential V12 或者是V2好了 直接写V2 OK 那V2是等于多少 V2就是等于4π1.0分之1的R12 然后分之Q1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T2点的potential是这么多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 那这个工 一进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把Q2放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工就储存在这个什么 系统里面 所以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 好 再来 这好像跟市场是一样的 一旦你这个市场已经有两家超商的时候 第三家超商进来的时候 它会怎样 对要打架了 没错 就是你必须 第三家要进来的时候 Q3要进来的时候 它必须要克服的是 Q2对它的作用 还有Q1对它的作用 所以 它的这个场啊 我说它所收到的场呢 是 这个场是Q1给它的场 跟Q2给它的场 你要把它合起来 OK 那换句话说 这个场 Q3的部分 它必须是等于Q1 Q在P3这一点上面 它的potential跟它的potential 所以4π1分之1 R13这边是R23 所以这个R13 然后Q1 再加上R23 Q2 这是第三个particle 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的系统 必须要 外界要对它做工 然后这个功能 一共储存 全部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是W2 加W3 所以如果是三个电荷的时候 储存在系统的 Energy是等于多少 就是这样 那它 你把它写一下 4π1 9分之1 R12 Q1 Q2 加 R13 Q1 Q13 加 R23 Q2 Q13 这是 我们看到的 在系统里面 你 所储存的 这个能量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 类似的方式 把它 一切一步一步 统统把它 计算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 这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把这个功 这是因为 你进电 然后 你要把它做功 所储存的 所以我们把 这个整个的功 就叫做 静电能 这个静电能的大小 W1的部分 我们可以 一个电荷 一个电荷 再进来 那 你把它 上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个有趣的事情 它就变成 4π190分之1 summation OK 依照上面的 这个情况 R I J 两个particle 之间的距离 然后 两个particle 个别的电量 OK 那你把它 I 是等于 1到N个particle 那J呢 也应该是 1到N 但是 如果我把它 这样子算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部分是 double counting 所以 你计算的时候 是I要不等于J 要把它放进来 那 这个I不等于J呢 严格来讲的话 你只能算 I 或者是J大于I的部分 你才不会有 double counting的问题 产生出来 OK 就是 这个 1 到N的部分 然后 再来又1到N的部分 但是你只能算 J到I的部分 你才会得到 这个关系式 那这个关系式 我们可以 把它进一步的 写成 我说 2分之1 把它提到外面来 因为J等于I的部分 我可以把 4π 1.0分之1 然后 summation J等于1到N 然后I等于1到N RIJ QIQJ 然后I要不等于J 你可以进一步这样子写 那我们看到 我们在写 我们在写这个关系式的时候 实际上 W1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2分之1的 summation I等于1到N 那QI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的部分 J等于1到N 然后 I不等于J 是π 一生你 R IJ的QJ 这项 所对应的就是 我们称为 在 P这一点上面 那P 我应该讲 对 在P这一点上面 QI在这一点上面的potential 对每一个particle的potential 你把它summ起来 OK 所以 依照我们刚刚这样子的写法的时候 基本上面 我们刚刚W的 这个关系是 一样的 三个particle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W1 是等于 N是等于3的时候 W1是等于 2分之1的 Q1 V1 加Q2的V2 加Q3的V3 那其中的V1是什么 OK V1的值 你就是把 这个 R IJ的部分 是V1的情况 4Pi1 4Pi1 然后QJ Q2 然后除上 R1 1 1 再加上 Q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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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就是V1 以照我们刚刚的定义 那V2呢 一样的 4Pi1 0 那Q I不等于J 所以这是Q1 R1 1 2分之1 加Q3的 R2 3分之1 OK 那Q4 V3 就是 4Pi1 0分之1 Q2 R2 3 R1 3 再加上 Q3的 R2 3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当N等于3的时候 你看到了 所以 如果N是很多的话 那你 你可以以此的被推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 假设 一个Volent Charge Density 它是Row 的话 那你看到了 我们的W的话 是等于2分之1的Q乘上它的Potential 在那一点的Potential 在Q1所在的 这个 我这边应该写成小写 因为这边是小写 Q1 Q2 在Q1所在的这一点的Potential是怎样 所以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话 一样的方式 我只是2分之1 Q Q是等于多少 Q就是Row乘上DV 就是我们的Q 那你每一点的Potential 你要把它放进来 这个Potential V 那我把V把它写成Tau 避免这个符号是重复了 所以你看到了你的Particle的 每一个Valent Charge Density的Density 乘上你的Potential 然后乘上Valent 你把它加起来 就是你的W OK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到 这是你的Valent Charge Density 如果是Surface Charge Density呢 OK 那你这个关系是就直接 是2分之1 Surface Charge乘上DV 然后你的Potential OK 那依此类一堆 如果是一个Line Charge Density 这里就变成是Line 只不过我们把Summation 换成是一个G分而已 OK 那不管是这几个的表示方式 我们最终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 我说 我们之前的这个 库仑定理的话 那个高斯定理的话 Mustle Equation告诉你 Divergent的D是等于Row OK 所以你把 这里的Row 就用高斯定理把它带进去 换句话说 W1就等于Divergent D 然后VBT OK 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把 这两项的部分 再把它化检 为什么要化检的话呢 你会看到等一下 很简单的关系就出来 我说一个存量 一个向量 那是Gradient V.D 再加上V.V Divergent D 所以现在这一项是什么 这个Term 好 换句话说 我这一项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的 Divergent VD VT 再减掉 OK 二分之一 D V.Gradient V VT 好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才对 那这里 你可以把Divergent Theory的部分呢 把它放进来 因为这个是Scare Scare的部分的话呢 反正它是一个常数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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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已经没有 抱歉 我这个没有 我们把它用Divergent Theory 就是变成Divergent 对一个 这个Closing Surface 把它积分 那后面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D Dot Gradient V V 其实就是-1 用你的电场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 -的把它移到前面来 我把它直接写一下好了 -1 然后V VD 好 这边V也应该没有了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前面这一项 好 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算你因为Charge 到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它有摆了一个分布 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能量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 你这个 你这个Surface 一个Closing Surface的积分的话呢 你这个Surface是什么 很大的一个空间 OK 那这个空间呢 包含了 这所有的 你的要的Charge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对这里面 你要去把它算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的Potential啊 它基本上是 跟R分之一层比例关系 然后 Displacement呢 是跟R平方分之一层比例关系 OK 你的Surface 是跟R平方层比例关系 所以 你把这个R的Factor消掉以后 它一层的话是R分之一的关系 所以当你把你的 Surface取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这R是非常大的 这一项 必须要等于 因为R非常非常的大 那 换句话说 W1最大的贡献 应该是来自于后面这一个部分 那后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 W1 你现在就等于 2分之1的 D D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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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 对这个Botlen积分 对这个Botlen 整个积分 那我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再把它写成更进一步 因为Displacement 就是等于1小1 就是2分之1的1小1平方Dot OK 或者你可以把它写成 2分之1已经提到外面 2分之1的1小1平方Dot 这些都是你的W1的表示方式 OK 所以我们平常啊 我们把它更进一步的看一下 我说W1是什么东西 W1就是 你这些电荷跑进来 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里面所具有的能量 OK 那我是对这个空间积分啊 所以 你把这个空间里面 积分起来是这个空间里面所具有的能量 那这一项 我把2分之1拿进来好了 这一项 是不是可以就代表 单位空间里面 的能量的 多少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能量密度 对不对 你是能量密度 乘上 就是你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定义了 Mu1 这就是我们的能量密度 静电能的能量密度 那你一旦知道能量密度以后 你空间有多少能量 就把这个密度乘上体积就出来了 那能够理解吗 有没有问题 所以依照这样子类推 反正你不管什么系统 我说有一个 Volent Charge Density 它是V的大小 那它的Charge分布是一个球 对这个球来讲的话 它到底出一个一个电荷跑 把它从外面一直抓进来 抓抓抓累积起来 它是一个球的情况 它的电荷密度是Row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为了要把它这些电荷抓成一个球 它所需要多少能量 这样了解吗 那你要从Charge一颗一颗抓进来 抓到它像一个球 然后它的密度是Row 然后它的密度是Row 这样子的情况 你要多少能量 就是相当于我要去求什么 这空间里面到最后有多少的能量 OK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说 很简单的 你就去算一下嘛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 它的电 是等于多少 这个电场是等于多少 那R呢 小V跟R大V的时候 它的电场一定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要把它 整个这个Valent W1 2分之1 1小 0 1平方 这个1呢 你就要分成两个部分去积它 从0G到V 那2分之1 1小0 1平方 比他 然后再从V积到无穷到 2分之1 1小1平方 比他 那你就可以得到 你希望得到这样子的球的 总共的能量是多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4π 2平方 V5次方 OK W1 我们可以看到 那电场的部分 你可以去求 求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得到 好 这个就给你们回去 当一个小习体来做做 好 好